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张的遗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这是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 淤泥人民法庭受理的一起继承权纠纷案件 法官正在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刚刚说话的人名叫张春 他和弟弟张丽姐姐张琼是本案的被告 而原告是他们的继母刘天敏 双方之所以剑拔弩张 是为了争夺刘天敏的丈夫 也就是张春他们的父亲张朝阳 留期的一笔遗产 我家的父亲的时候你们买吃了 你就没给了 我们现在会中的了 你在我家买吃的时候 我人家吃的人呢 你们要忙你家吃的买吃了吗 你认识你们都帮买了 我帮买 帮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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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找找什么现在 你们钱是带着他 长得是不家 买了就吃鱼啊 吃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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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啊 现在是生死的 做吧 他全是你不能老家了 要发自内心 要长起来 做的要长两天 这能做些 做些还不行 我做 做两天 我听了 不能是你 不做些 反正这个都解法不懂的 做的能挑 我们都挑 不能挑 那么就算 没关系的 都没别人比身一大 不是第二次兄弟 大次兄弟 我都谈的 对 做的也不成价的啊 我们那个不成价啊 有那问题 我们就是90分时 我们的不成价啊 调解过程中 双方一度情绪非常激妒 张春和他的弟弟认为 刘天敏嫁入张家后 就一直在挥霍他们父亲的财产 现在父亲去世了 继母刘天敏居然开口 想要分手110万元 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在此前法院组织的一次调解中 张朝阳的二儿子张力曾经明确表示 他们愿意给继母刘天敏一两万块钱作为补偿 至于父亲的遗产 跟刘天敏没有任何关系 对我来说真的是 最大的伤害 我就讲了 他们不让我当老人 就计算他那当保姆 不让我当他爹地夫妻 拿当保姆 拿到你 结果也就把我 把算两千万一不了 这两万块钱 他们怎么会能 所以就互不让步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14年前 当时33岁的刘天敏 在朋友家做客的时候 偶然认识了55岁的张朝阳 两个人的年龄差距虽然有些悬殊 但是一见如故 2012年 他们开始共同生活 2017年 正式登记结婚 刘天敏和张朝阳属于重组家庭 两人在结婚之前 分别都有自己的孩子 刘天敏有一儿一女 张朝阳有两儿一女 两人结婚之后 没有再生育子女 刘天敏说 虽然他的年龄和继子女差不多 但是嫁入张家后 张朝阳的三个子女 对他还是不错的 他婚后的生活一直很幸福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丈夫张朝阳于2023年10月28日 因病去世 自此 家里就闹翻了天 按照刘天敏的说法 所有的矛盾都源于 张朝阳去世之后 遗留的财产 那实际的情况 真的是这样吗 继母和继子女之间 是否还有其他的矛盾呢 据了解张朝阳生前 曾经经营了一家小煤矿 后来他的这家煤矿 与另一家煤矿合并重组 他便开始负责处理新煤矿 遭遇的各种土地纠纷问题 张朝阳在当地有着不错的口碑 经济条件也很好 老百姓的土地纠纷这方面 调节得很好 因为他这个人更是性格开轮 2017年 张朝阳再婚 对此张朝阳的子女 非但没有反对 还对年轻的继母刘天敏很尊重 一家人相处得还不错 而对刘天敏带过来的女儿胡璞 张朝阳也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像平时过程 二嫂之类的还给她买东西 她偶尔也会给她买点什么什么的 对吧 你上往来嘛 其实关系还蛮融洽的 包括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 外人说她 以前他们还有 有人给她发家的钱嘛 就大姐拉人少了 只得还会拿零花钱给她什么的嘛 包括你看我外人去学驾照 也是这个继父全程出的钱 全程在溜盘水那边排桶 可是好景不长 据刘天敏的女婿李飞说 张朝阳去世后过了两个多月 大姐张琼的丈夫突然打来电话 说张朝阳的两个儿子 张春张丽 要和继母刘天敏商量一下遗产的问题 刚开始把这个话题引开的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想法 后面一听说把这个怎么怎么分 怎么怎么分的时候 提到房子的时候 他就说就开始卖那种人情了 我父亲才下账不到半年 才两个多月 你们就开始提这个事情 合不合适 张春张丽兄弟俩提出 父亲尸骨未寒 继母就要跟他们谈遗产继承的问题 这让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听到这样的说法 刘天敏的女婿李飞 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拉了门了 刚开始提的时候 是谁让我来的嘛 对吧 我来了 你又结果给我打这个亲情牌 这个东西不合适吧 关于这块就是 谁先提出来要分财产 感觉然后在道德上就占了下风了 他们就谁都不肯认定是承认 然后是自己方提出来的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 究竟是哪一方先提出遗产继承问题的 依然无从查证 不过对于如何分配这笔遗产 刘天敏有着明确的态度 婚后的我改叠的 我自己把我的那些 他们的我一定要不要他们 就按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我们不沾婚钱的 当时没有考虑婚钱的那些东西 就婚后的这几样东西我就列出来 就按这个十分之六的份额给岳母 然后剩下的话你们是姐弟 就美人什么之一 那就结束了对吧 刘天敏列出了他和张朝阳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包括一张张朝阳名下的存有46万余元的银行卡 一栋农村自建别墅 一辆小轿车 以及一个停车场 刘天敏认为 这些夫妻共同财产 其中的一半本来就属于他所有 剩余的部分 在按着继承顺位 获得相应的份额 共计十分之六 价值110万元 就谈不拢吧 后面无奈 两个晚上吧 准确实说应该三次 第三次都没谈拢 听完继母刘天敏的诉求后 张春张丽兄弟俩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一致认为 刘天敏所列的那些财产 大部分都是他们的父亲 和已故的生母共同挣下的 跟刘天敏没有任何关系 开始说的时候确实比较难听 就是说最多就是给他这个剧目 就是过世的时候 给他买一个棺材 就是棺材本嘛 说的棺材本就是死的时候 给他什么点伤账费 给他办一场这个差不多 就大致这样 我最起码那都念在他家 别再说了我也有苦劳 他爹病的那个床上 天天把他断吃断牛 就说我自己用开 我没有喊他家过两个半截 也没有喊过他家媳妇半截 我自己能做的 我就自己做到 刘天敏说 给个棺材本这样的说法 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侮辱 他和张朝阳结婚后 并非整天白吃白喝 也是有收入的 我看到呢 我没有开个馒头店 我又为过住 我还以为我自己 才没常常上学的班子 我不是在他家背吃 我看到呢 我不是没争的 自己没争的钱 双方协商为过 最终不欢而散 刘天敏说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协商过程中 张朝阳的两个儿子 竟然把父亲的银行卡 拿走了 后面那天协商完了之后 他就把卡自己拿走了 又不给个回复 然后第二次协商的时候 他说这东西的话 现在不好说了 什么的 反正没有什么方案 我解决不了 这对于没有弄好之前 这个钱我就先放我这 我也放心 张春承认 父亲的银行卡 的确在他们兄弟俩手里 但他们保证 纠纷解决之前 他们不会动卡里的一分钱 除了银行卡 让刘天敏觉得无法接受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那天正巧刘天敏外出看病 张春兄弟俩自称 要到父亲生前居住的 那栋四建别墅里 给父亲上香 由于没带钥匙打不开门 就直接把门锁给撬了 他讲他要给他爸爸点香 我讲点香嘛 有不过节有不过夜的 就起来过节去 我不再问你 你要点可以 我不是不给你来点的吗 我不再问你 或者你做生命那天 你会打电话给我 我开门给你 我讲你不平常 我把门锹了嘛 锹了门可以为我们住 这种房子 但是你们要保证 我的生命安全 我是想到家里 我们也在这边 照顾了人家要这里住 还有父亲过去 亲家人都要在这边 现在现在谁来个人住吗 现在 从父亲去世 从父亲去世以后 我们这里住 他等一下要给我们 保证他人身安全 我们就不敢住嘛 不敢进来嘛 就是后面因为 这个事情发生纠纷 以后面 你们你们原来 主动吗 你这样的意思是吧 就保证人身安全 这个我没得敢保证 教所事件之后 刘天敏要求张春等人 必须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对于这种说法 张春等人觉得很冤枉 他们提到 这栋别墅建好之后 没多久 父亲赵朝阳就生病了 为了照顾父亲 他们时常也在这里住 父亲去世之后 他们还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敲锁完全没有针对 刘天敏的意思 这只是一个误会 不过刘天敏却不这样认为 他说张朝阳 跟两个儿子的关系很一般 平时来往也不多 即便病重的时候 他们也不常来 按照刘天敏的说法 张朝阳去世之后 不仅发生了撬锁事件 张春等人还故意将麻将鸡 米面粮油等物品搬了过来 经常在这套自建别墅里聚会 这样反常的做法 完全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让他不舒服 赶他走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究竟哪一方说的才是真话呢 刘天敏说 丈夫张朝阳去世后不久 两个妓子就开始 惊扰他的生活 刻意制造矛盾 这让他异常寒心 他们就要过 买起米在外的 和我在那里挤 买两张麻将 打麻将 咱吵我 我摘着就摘 摘不到我 这个我呢 用的最寒心的就是这些事 他过来住 不就是以那种农村的心理 以霸占为主 把这个房子占住 我全部在这里住着 我让你不顺心 你住不住 住不关吧 你就走了呀 刘天敏觉得 张春张丽兄弟俩 根本就没有尊重他这个继母 也没有把他当成自家人 这也让他下定决心 要通过诉讼的方式 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份遗产 一方面应该的生命 另一方面他会感觉 他本来就觉得 张春阳去世之后 他跟他子女没有血缘关系 他可能会从心里上觉得 我是不是已经是个外人了 他自己会有 会有这种敏感 就会觉得好像是 他们家里的人在 在赶他一样 随后继母刘天敏 一纸诉状 将三名祭司女 告上了法庭 然后因为设计的财产 有存款 车辆 房屋 土地使用权这些纠纷 然后就分过这个分额这一块 然后他们存在了 很大的争议 然后原告认为 他要占十分之六 然后被告觉得 然后他的财产 有一大部分 是属于他们家庭的 共同财产 所以说在分国的方式 这一块 这里是压力的 舍 nom 所以说见 你们怎样 来源 来源 你 为什么 好 也議计划 你们 要 这里 我 а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告张春 张力兄弟俩提出 父亲张朝阳去世之前 他们并未分家 那栋自建别墅他们也出资了 这属于家庭共有财产 不能算作父亲张朝阳 和继母刘天敏的夫妻共同财产 而刘天敏则提出 张春兄弟俩的说法并非事实 建房的钱都是丈夫张朝阳一个人出的 而且张朝阳生前就提出过 要把这栋别墅留给他 当主持人他就跟我讲了 他盖得起他就盖 盖不起他就不盖 我不会攒任何人一个光 他就跟我讲过来 本来原来我们家年纪大都不要盖了 盖起成长在买哈巴筋买出的 他就讲了 我不把这栋房子盖起给你 以后人家就会拈你 我把这栋房子盖给你 你以后有个保障他就想要讲了 如果条件不成的话 大家最后走向情深过程的话 肯定那就是看局长 现在情况就是 就是基于你们这种关系 你们愿意不想拿好多钱也好 整个奖也好 相当于你们最短拿出好多钱就给他 因为你们刚刚讲的万马两万块钱 不将他们接不接受 我们可能自己听着 我们想着我们也难调 我们也做不到这个工作给他 万马两万块钱都是错事 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在调解过程中 张春兄弟俩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也让原被告双方 有了继续调节的基础 随后原被告双方 各自进行了私下协商 双方各自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也分别讲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以及一旦开庭审理 将要面临的问题 最终原被告双方重新提出了 各自的诉求与意见 他讲的是中立存款 以及车子 还有一个不两万的 你们的意见是哪一件 你们也可以讲一下 14多万存款的 20万然后就是 六十多万 这家还有五十多万 就是七十多万 他们一直还六十多万 他们是每一十一 三十多万都给他们玩 然后其他的存款他就不在 尽管原被告双方 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但是还是未能达成一致 不过双方的分歧 已然开始逐渐缩小 都想了 都会考虑一下这个 我们今生中 也还可以在做条件 就在考虑一下 明天前前会议 你们都可以从我们 发表你们的意见 你们会议协商 自己议协商 更好了 可逼的 2024年5月15日 按照诉讼程序 盘州市人民法院 淤泥人民法庭 组织原被告双方 召开了庭前会议 会议结束后 法官再次组织调解 在这次调解中 原告刘天敏 第二次做出让步 他表示 自己只要四十万元的存款 还有那辆车 之前主张的 那栋自建别墅 以及停车场的份额 全部放弃 这样的让步不可谓不大 法官原本以为 有了之前的调解基础 再加上原告的再次让步 双方的矛盾 能够就此化解 但事实上 整件事情的解决 并没有那么容易 一方再次让步 依然矛盾重重 双方各自举证 最终结果如何 老张的遗产 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第二次 以来 我如何 我如果没有 在这种问题 你能不能 我如果没有 在此 我可以 因为能够 在这种问题 能够 在这种问题 我可以 在这种问题 在这种问题 我来讲解 你比较差 你的后位 不是必须的答案 对不对 是九十六十六 大家把这种 你真心就好不好伤的船了 我昨天一场都没有讲了 40万之外 六万年就不成了 你只能接受到一大部分 一辆分两万 然后整成 我们把这个都得了 其他的土地放这 还是我们从两个月 会写的驰也没关系 啊 那另外一个放这 就是春光火候全 所以说现在人号的这个 能愿意放弃 面对季母刘天敏的赛斯让步 张春张丽兄弟俩依然觉得难以释怀 法官一再做工作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最终张春张丽兄弟俩提出 那辆车如果归刘天敏继承的话 他们最多只愿意再分给季母十万元 就是如果开上车了 你们就只愿意给十万块钱了 我不要操作 你吃饭了这个通饭 我说你吃饭了十万块钱 我吃饭了十多年 我才吃饭了十万块钱 我还开到店为我做的 我不是咱们吃饭了 我想问你们这个车费 你不要就是费饭了 现在最主要是你们有拿到过来现金 主要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如果是我不要车 那厂子的费饭是归我的 对不对 归我们这边全部 然后这边的话 车子你比如说放个药 那比如说放在你们高两个鞋的银下 接补出这个几万块钱 或者收费出来就搞不定了呀 是啊 就十万块钱嘛 就你别吵了 你别吵了 有人车子你们 我们非得要车或是干啥的 有人说你们如果要车 那折件我就要车的一半 就像那一只 你折件十万块我 尽管还是存在分歧 但在法官们看来 双方的心理预期都在不断缩小 这次调节结束之后 法官再次上门 分别做了原被告的工作 希望他们尽快达成一致意见 那目前现在他们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从一百一十万到十万以下 这一百万都已经差距在逐渐行小了 但是已经在一直减小一点 现在后来剩下十来万 剩下几万的差距 反而难调了 大家都在赌一骨气 我已经让了这么大步了 你还不 你还不自足 那边就觉得我也让了这么大 这么一大步了 你还得寸进尺 所以双方就是 现在已经给人的感觉就是 就是差异的调节不成 就是这一小减的差距 反而让他们觉得 就是各自就是这个心理这个气 送不过来 在自身进行调节的同时 法官也通过原被告双方 各自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进行了释法答疑 那我们是要做两手准备的 一个就是如果判决了 那我们就这个判决 就要开始依据他们的证据去认定 去分析 然后去看怎么来依法做的裁判 另一方面一个思路 也是在法庭辩论后 组织当事人代理人 在共同组织最后一次调节 那实在调节不成 只能依法裁判 根据原告的诉请和被告的答辩 法庭总结会纳等案的规定焦点 第一 被告服徒是否享有继承权 第二 本案中属于张朝阳的遗坦 如何认定 第三 原被告对遗坦的继承更多如何确定 双方当事人对法庭伟大的 争议焦点有无意义和补充 原告 没无意义 被告 无意义 最终盘州市人民法院 淤泥人民法庭公开审理的 这起继承权纠纷案件 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 原被告双方均无意义 刘天敏将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张朝阳的妓女胡仆 也列为了被告 因为在她看来 女儿胡仆也有权继承 张朝阳的遗产 把她放在那被告里面 我女儿从小就是她带张大的 她们各个有寄成钱 我女儿可妈也尽过三样衣服的 多少我想到可妈也有那寄成钱 我母亲一起生活了12年之后 然后提示呢 也给老人购买了 使用了一个东西 然后老人身边聚业的时候 我也有同事来陷送她 然后她去世以后 我也按照她的系统 给她满牛啊 然后上去送了 人最终于成 在庭审中 胡仆陈述了她与继妇张朝阳 共同生活的事实 并强调了 她也尽了对张朝阳的赡养义务 而其他两名被告 张春 张丽对此并不认可 胡仆在刘天明 与胡元明离婚时就已成年 法院也未判决胡仆 由任何人抚养 张朝阳与胡仆之间 不存在抚养关系 胡仆并非张朝阳的养女母亲 针对张朝阳的遗产认定 以及遗产份额如何确定等问题 原被告双方进行了 充分执政与辩论 原告方认为 涉案存款 房屋 车辆 停车厂 均系原告与丈夫张朝阳的 夫妻共同财产 应当先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 划分出一半归属于原告 刘天明所有 剩余的另一半 才属于张朝阳遗留的个人财产 才需要进行法定继承分割 原告四位告都属于 被牺牲成的赵少阳的法定性能 因此 应将被牺牲的财产 划分成五分平均分配 划分定性能够 按照存款 保护车辆体责产 最终因是原告占余 十分之六的财产 四位告各占十分之一财产 对于不能分割的财产 因此以各自财产的财产 以安分共有形式存在 刘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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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特别譜 刘焦 波图 石合 占一 刘天明 注采 天明 青 刘天明 对于 boundaries 到 行 在本案中 原被告双方因为遗产继承问题 发生纠纷 尽管法院组织了多次调解 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最终只能通过 审理判决的方式来解决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原被告双方 对于遗产 付其共同财产的认定 存在认知偏差 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 去提出诉求 而没有考虑对方的情况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遗产中涉及 付其共同财产 具体应该如何划分 要遵循哪些原则 另外 妓子女是否有继承权 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我们来听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沈倩的解读 关于夫妻共同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1062条有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所得的下列财产 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的共同所有 第一个是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第二个是生产 经营和投资的收益 第三个是知识产权的收益 第四个是继承 或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本法第1063条 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而1063条是规定了 夫妻的个人财产的范围 也就是第一个是 一方的婚前财产 第二个是一方 营收到人身损害 获得的赔偿或补偿 第三个是遗嘱 或者是赠予合同中 确定只归于一方的财产 第四个是一方 专用的生活用品 由于我国 其实是法定婚后财产共同制 所以在婚姻存续期间 无法确定是夫妻共同财产 还是一方个人财产的时候 应该以确定 是夫妻共同财产为原则 而就遗产来说 夫妻双方互为 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根据民法典的继承编 第1127条的规定 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 除了本法第1125条规定的 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之外 是不能以任何理由 去剥夺限制 或者是干涉生存一方 对死亡的配偶 所有的继承权的 而且民法典的继承编 1153条也有规定 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除了有约定的之外 在遗产分割的时候 应当先将共同 所有的财产的一半 分出来给配偶所有 其余的是被继承人的遗产 关于继子女的继承权 民法典1127条规定的 第一顺位继承人 动的子女 是可以包括 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 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 因此继子女 是可以有继承关系的 继子女继承父母 遗产的条件 在时间中留有争议 但总的来说 关键点就是在于 他们之间是否形成了 抚养关系和抚养关系 只有继子女 在受到继父母的 抚养和辅助 或者继子女 对继父母 进到了赡养和辅助义务 那么经过法律确定 其形成了 抚养和抚养关系的时候 继子女才有继承权 休庭后 法官再次征求了 原被告双方的意见 双方表示 愿意接受最后的条件 现在继续开评 原告刘天敏 与被告张琼 张春 张丽 福福 继承权 纠非一案 经本院主持调解 双方当事人 自愿达成 如下协议 第一 张床养死完后 遗留的银行存款 46万5063.9元 其中40万元 归原告刘天敏 所有 此款有 被告张琼 张春 张丽 福福 于2024年5月17日 配合原告刘天敏 从韩县农村 新银合作联社取得 第二 原告刘天敏 自愿放弃其他诉讼抢求 且就张床养的遗产 不再主张任何权利 双方均不得 再因张床养的遗产 发生任何纠纷 第三 原告刘天敏 与张床养结婚后 原告刘天敏的个人在务 由原告刘天敏 负责偿还 第四 被告浮屠 自愿放弃 继承张床养的遗产 您有视频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 请发送邮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